知读论第八 又说佛 何以故 真懂三千大千世间 这不是小思 不是让纸上地球上懂 三千大千世间都懂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是这么个意思 让一切众生 时时刻刻提醒一切众生 一切法无常 不如经常所说的 一切众 必尽空 无所有不可得 真的是如此 我们自己没觉察 那学佛的人 警觉性比较高一点 每天晚上睡觉 睡着了 这个世间 什么是你的 你睡着了 连你身体都不知道 精干净说的好啊 一切有为法 如梦花泡影 如露 如意如电 运作入食馆 死了 才知道一切无常 一样也没带走 每天晚上睡觉 就小死一次 当你睡得很甜的时候 人家把你抬走了 你都不知道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哪一样东西 是自己的 世间人迷了 迷什么 就是迷这种事情 把这些假东西 都当作真的 要居为己有 自己的身都不可得 刹那生灭了 我们眼前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这些现象 那六根对的六层境界 通通是审美法 从哪里来的 重新向神 那大臣经上 佛长述 色有心神 色就是物质 相有心神 相也是讲物质 一切法 从心向神 如果我们心里 没有想了 真正能够 做到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个境界好 这是什么境界 入这个境界 所有一切现象 都没有了 为什么 没有想 是写空空 禅宗的有两句话说 绝后空空 无大切 就是这个境界 迷而不绝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是 六道轮回的现象 现象里的圈子最小的 小圈圈 三千大圈 世界就不值了 比我们这些圈圈大多了 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现在科学家讲 萤火系 佛的这一个教区 多少个萤火系 是一 是一个萤火系 一尊佛的教区 像这样的 这么大的这个教区 在这个空间里头 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 每一个教区 都有一尊佛 在那里教化中心 但是要晓得 这些教区 都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 真的就叫长极光尽头 长极光尽头 什么都没有 一片光明 大光明藏 在形容它 那是法神 法神 没有像 能信一切像 能信一切像 是自信的信德 能变一切像 是忘心 阿赖也 就是生灭心 生灭心能变的 不生不灭的真心 它不变 像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没有阿赖也 没有忘心 没有忘念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帮助 大家 全都 转时 称职了 在哪里转 在莲花里面 转 到极乐世界去 都是坐着莲花去 坐在莲花里面 莲花包就 喝起来了 佛把这个花 带到极乐世界 放在七宝池里面 花开见佛 专时 称职 所以极乐世界 那么美好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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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